欢迎来到智能车研究所 那今天是一个很临时的加根 看一下我现在在酒店里面 跟大家聊一下的就是最近很火的小鹏P7改款P7i了 其实这款车我当时跟Alex已经去静态体验过一番 如果静态还要补锡的话可以看一下Alex的那个出品 同时我也发了一个微博讲了一下大概的一些新鲜变化 但是后续我又参加了关于它的动态的赛道部分的体验 以及辅助驾驶CMGP的一个内测的阶段 所以与其一个一个内容白开去跟大家说 不如做一个信息的汇总跟整合 所以关于P7i这一次内测无论是静态动态还是辅助驾驶 你想看的想了解的东西可能都会在这里一条视频跟你说完 所以废话少说马上上干货 那先来回顾一下其实整车的变化呢 我之前发过一个长微博 我快速跟大家总结就是肉都买在饭里面了 你别看这次的P7i好像外观跟PC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设计语言的变化 但其实它的内核进化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智能车的三大要素 智能坐舱 智能辅助驾驶 包括三电里面的充电 它都是有进步的 那坐舱就是上了8155的芯片 同时呢 G9旗舰车上面的那个全场景的语音各方面都会上了差的车的 但是呢 唯一遗憾呢就是由于硬件方面没有打得那么痛 所以G9上面的5D坐舱就那个5D影音的在P7i上就暂时是见不到的 除此之外呢 其实整个坐舱的体验啊 车机啊 芯片啊都是跟G9去看齐的 那同时坐舱部分还有一个进化的蛮好的解决痛点的就是它的座椅了 以前的P7i我们总说好像坐得特别的低矮 然后坐姿的话长途驾驶你的腿啊 包括臀部腰部那些支撑都是不太好的 容易腿酸腰酸 那这一次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 都可以发现它的座椅呢 是变得更加的宽厚了 包括整个腿托托都是做得更翘 所以以我的身材1米82的人来说 明显是觉得坐现在的P7i的座椅是比P7要来得更加的舒适的 所以如果之前有尝试过开P7i或者是其他电动驾车 觉得坐姿不舒服的话 这一次到店你可以着重体验一下P7i的座椅的进步了 其实刚刚说的静态你可以体验的部分也就是车机跟座椅 但是很多东西进化还是在动态方面的 就比如说上次我们上了麻冲赛道之后 我们开了两驱版跟四驱版的P7i 可以发现无论是哪个版本它的操控都是有进化的 原因就是在于它改进了之前避震器很软很偏舒适的设定 这次从入门版本开始就已经标配了Sax的避震了 那它不只是上一个什么品牌避震上个大牌子这么简单 而是通过这个多阀门的技术实现这个阻尼可调 或者是它自动可变可适应的状态 所以就可以做到兼顾舒适性的同时也有了一定的支撑性跟操控性 那很明显支撑性好了之后呢 你会觉得转向的那个输入都会变得更加的灵敏 以前的P7是悬挂又软又容易脱底 过个减速袋或过个抛跳你很容易就磕到底盘了 进出那些商场的地库也是很容易磕的 那现在的话就没那么容易姿态会好看很多 同时转向的输入稍微打一打方向 车头也会更加愿意入弯 这是整体的进步值得肯定的 顶配的四驱版本会有CDC的可变的悬挂 所以根据不同的模式呢 它的性格可以变得更加的激进一点 赛道的姿态也会比普通的Sax的那个要更加的好 还有一点就是四驱版本呢 会有一个赛车手叫做车手模式 你也可以理解成什么Sport Plus或者是赛道模式 那个车手模式呢 就是可以让ESP更晚介入 让你更加的激进也濒临极限一点 去享受一下操控的乐趣 不过这个车手模式跟你理解的其他车型 比如说特斯拉的那个赛道模式才不太一样的是 这是一个打包好的方案 所以你不能说在这个模式下面做更多的定制化 什么扭矩前后100到0的这种动力的分配 包括ESP的方案都是给你设定好的 所以它只能说是让你更加激进 但是呢ESP还是在的 所以到了极限之后 它还是会出来救你一把 这就是这一次两驱跟四驱大体上的区别 那如果说要我挑的话 其实四驱版本是没那么好驾驭的 因为它动力更大 所以是有一点操控或者是驾驭它的门槛 所以一般的用户 我更加推荐你去看两驱的版本 会看起来更柔和 更线性 ESP的调教也会更加的保守 那对于日常行车 我觉得P7的这个调性来说 是更安全为主是更好的 好了 除了静态动态之外 最重要的小鹏的看家本领 就是智能驾驶方面了 那NGP这一次呢 在这台P7的顶配MAX版本上 它的硬件是跟G9的MAX看齐的 也就是有机关雷达啦 有高算力的这个芯片啦 所以感知啊 还是算力各方面都是最顶的状态 那么在它身上 P7的MAX顶配版本就是可以实现XNGP 也就是全场景的辅助驾驶的 那这个XNGP其实简单跟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它可以实现高速NGP 城市的CNGP 以及再加一个没有图 没有高精地图帮助的状态下的一个 LCC增强版 那这个LCC增强版 这次我们内测就感受到了 它在没有任何高精地图的情况下 也是暂时可以做到了红绿灯的 信号灯的识别 信号灯的手停 以及在一些复杂路况下面的绕行策略 不过现在还是一个雏形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城市里面 即便它暂时可以做到了这两点 但是到了路口处 比如说识别红绿灯 它是绿灯通行之后 如果是要左管还是右管 你还是要去介入去接管的 那包括这个绕行的策略呢 它暂时只支持一个中速 也就是15公里以上的这么一个速度的绕行 如果是过于低速 几乎是被一些比如说教练车啊 或者五类车给压速度压到快停的话呢 那是还不能进行一个绕行 所以这是一个雏形的状态 但为什么雏形都要给我们去试呢 原因就是在于它要秀给我们看 它这次的整个感知的模型了 那这一次你从它仪表盘这个BEV 有一次这个俯视图之后 可以发现它这次感知到的整个范围 是比起以前的无论是小鹏的车型 还是其他的竞品都是要好很多的 那可以做到这一点 肯定是跟它的整个研发团队 算力啊各方面都会有不同 所以这也是为它以后的 无论是城市的CNGP这种复杂路况 甚至是无图能力打好一个很良好的基础 那毕竟辅助驾驶我们说了三个 一个是感知对吧 你得看到路面上的很多的信息 路况变化 同时感知到之后 你要思考要决策 最后才是决定要加速减速的这个执行 那所以小鹏为了以后打通这个XNGP的话 现在感知这一步 首先它亮给我们看这个答卷 阶段性的成果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后续的一些比如说CNGP 包括无图能力的我们一些体验 都会发现虽然它感知是做得很到位 但是后续的执行跟决策 还是有很多优化的空间 主要就是在于它整个决策 还是过于机械化 我们为什么说人在城市里面 开车会老司机会很舒服 因为它是可以做的眼观六路 同时也是做足了预判 所以整个操作会变得更加的线性 而现在的它机器开的这么一个状态 可能对行人或者是五类车的 那个策略是过于保守的 所以还是比较容易离很远的地方 看到人就会杀停了 或者是杀的比较慢 然后它也会尝试说 跟其他的社会车辆有一定的博弈 就不要说像以前这么唯唯诺诺的状态 但是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 到底贴的多镜才算镜呢 什么时候介入呢 我觉得这个临界点在现阶段的CNGP上面 还是觉得有一定的进步或者进化的空间 所以反正现在还没有是最终版本嘛 我们实际内测 然后官方给不到我们的答复是在三月底 P7包括G9的MAX版本的CNGP就可以全量推送了 而且推的同时呢 不仅仅是只有广州 连同深圳包括上海三个图一起发了 三个城市在小鹏的MAX版本上面 都是可以用到这个CNGP城市领航辅助驾驶的 那我相信有了这个信息之后 可能P7i的价格或者上市发布 都可能会在这个时间节点 这个是要敲黑板的 所以总的来说呢 现在在我看来P7i的整体的优化跟进步 还是值得肯定的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几天 我对小鹏改款P7i的一些简单的信息汇总 以及体验的分享了 觉得这种交流的方式怎么样呢 也欢迎跟我们讨论 或者是给点支持 给点意见我们吧 反正关于这次P7i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 比起双电机捧一板 我更加愿意把钱花在智能座舱 或者是全场景的XNGP上面 我们一起期待它的上市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